欧盟通用资料保护规则将于25号正式实施 扩大个人资料适用范围 只要能直接或间接辨别出特定当事人的资料类型 都要去识别化后才能使用 包括网络浏览器Cookies 网络IP位置等 若违反规定将财罚最高2000万欧元 国发会主委陈美玲23号分析 台湾受影响最大的产业 为已经在欧盟铸点的金融业 新兴科技业如电子商务 及拥有旅客资料的航空公司 目前金管会交通部都已协助这些产业适用 不过台湾大部分都还是制造业及中小企业 受影响程度较低 大概这三个部分可能是最多的影响 因为台湾的产业绝大部分还是制造业 工业会比较多 那制造业工业的话 它是产品的输出 那个部分就比较不涉及所谓个人资料的这个部分 陈美玲也指出 目前国发会官网已建制欧盟一般资料保护规则专区 提供GDP-2简介说明 与相关部会咨询窗口等资讯 也正研议成立个人资料保护专案办公室 以立整合相关部会因应 陈美玲也透露 下周她将前往欧盟 拜访负责GDP-2的执行单位主政官员 恰商跨境传输氏族性认定 同时政府也将透过亚太金合会APEC加入跨境隐私保护体系 CBPR应有助于获得欧盟氏族性认定 后续也不排除修个资法 中央广播电台记者杨仁祥 在台北的采访报道